政府积极通过多项措施 解决国内肌肉供应短缺的问题 联邦土地统一与复兴公司早前在彭亨 新建了第一座综合式的养鸡场之后 乡区发展部部长拿都斯里马哈基尔 今天宣布将在吉打巴东德拉 新建第二间封闭养鸡场 部长今天巡视养鸡场的新建地点后告诉媒体 占地十公顷的养鸡场预计每年可以生产 150万只鸡有助于保障国内粮食供应 这项计划暂定在年底动工 并会在明年的十月落成 到时将会给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